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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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問到生產成本就有基礎知識的問題 我們當然可以找 可以找沒有錯 如果這樣 你對象是什麼 生產成本 假設你會想到哪一個行業 行業 他說電子廠 或者說 汽車製造不是最容易嗎 這也是一個 他剛剛說的意思說 每天有多少麵包要生產 對不對 生產的成本 如果你是人工 這講一個笑話 人工 你們喜歡手工麵包 還是機器製造麵包 大家都手工 為什麼手工 唉 詠欣你說好 你回答我好了 為什麼你喜歡手工麵包 因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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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一辦公室 就是 就是 找人家 就是 那些人工 就是 找人工 那些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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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欣是比較感性的人 他是說 如果人工的話 很多感情會融進去 他做法 因為他有變化 他可能材料也做什麼變化 機器的話就是固定的 其實喔 各有他的千秋沒錯啦 當然 手工麵包會貴 是因為他成本貴 他融入了他的一些創意 他融入了他一些技術在 機器的話是設定好的 不過有時候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在 你熟悉的環境 你知道那個 假設我啦 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想法 不見得是對的 熟悉的環境 我知道那個麵包店 他製作過程 我也知道的 我會 會去購買 手工麵包 我喜歡購 可是呢 如果不知道他的環境 也許我 我比較喜歡 機器 機器做的 為什麼呢 安全問題 衛生問題 這是問題耶 真的喔 所以我不見得喜歡 那個手工的 手工我知道那一家 做的不錯 那我喜歡用手工的 我不會喜歡用機器的 像我住在新竹縣北斧鄉 我們的仙草 非常棒非常好吃 那一家純手工的 我進去裡面都可以看到他怎麼做 我覺得又好吃又安全又衛生 我一定會買他的 其他的我就不敢了 我不敢買手工的 我要買那個 義美的啊 統一的啊 我就吃這種 我就比較安心嘛 好 很好 接下來降低生產成本的時候呢 假設說你把它定位在 汽車製造 生產成本 麵包 生產成本 或者3C產業 這個 手機 生產成本 那你可能會說 我降低生產成本呢 有一個行業 製造業 利用輸送貸 降低生產成本之研究 我就利用某一種東西 輸送貸 或者說 人 人因工學 什麼叫人因工學 知道嗎 這就是跟專業知識有關 可能是說 我的動作 跟我的座的位置 跟我的零件放的位置 我怎麼拿 比較適切 手不容易受傷 速度又快 又精準又不錯 這種人因工學 跟生產成本 的 關聯性 研究 類似這樣 他就會很清楚了 好 那如果說 我現在呢 再把 這一個 人員品質篩選 這部分 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調整 人員品質篩選 來 某一個同學 有誰願意來試試看 佳榮 詹佳榮 來 這一個給你改 這個是 要不然 我找一個 誰 咦 詠勳是這一組的 嗎 詠勳 詠勳在哪 詠勳 來 你是這一組的 你們這一組討論的 gens 詹佳榮 是這一組 詹佳榮不是這一組 來 也是啊 來 來 好 我先點到你了 你說 這個 你改的話 會怎麼改 提供一個意見 人員品質篩選 缺少什麼 有沒有目的 有沒有主題 有沒有對象 主題有嗎 哪一個是主題 人員品質還是篩選 有誰答一下 人員品質還是篩選是主題 是嗎 人員篩選 他是主題 還是篩選是主題 品質篩選 人員品質篩選都是一樣 篩選不就是品質嗎 所以這兩個字是重疊 對不對 好 這主題有了 目的呢 可以看出來還是篩選 然後 他的對象是誰 能不能舉一個對象 隨便一個對象 沒有 那個誰 剛剛我講的那個 詠勤 對象 你覺得有什麼對象 聽不清楚 他說什麼 基層員工 基層員工 他說基層員工 是不是很多基層員工 有很多行業有基層員工 學校有基層員工 麵包店有基層員工 製造業有基層員工 也許你可以更明確的 譬如說 我們假設說 人受保險 人受保險 基層員工裡面有什麼 人受保險 基層員工是誰 業務員 可以不可以 很明確喔 基層員工裡面 我就把它變成 人受保險業務員 的篩選 人員篩選 然後呢 人員篩選的方法 這是一個嘛 人員篩選的制度 是一個嘛 或者說 你要做差異的時候呢 我剛剛講說 目的是做差異的話 人受選業務員 它的不同篩選方式之研究 不同篩選方式 之研究 也可以啊 所以到現在為止呢 我跟同學們做了很多這種介紹 這個介紹是什麼 是上個禮拜 六個組 所提出來的 我們可以做 不同的修正 目的在哪 目的在引導說 後續 你的專題製作 你要怎麼走下去 要不然你走不下去的喔 你沒辦法走下去喔 好 這是第一節課 我要跟同學講的 有的題目之後 題目是一個方向 到現在為止 如果我把 剛剛譬如說 不同產業行銷通路 之差異 這是一個題目 然後呢 連鎖企業人事管理制度 這分析 又是一個題目 然後這裡譬如說 這個 麵包店 生產成本降低的策略 也是一個題目嘛 然後呢 人壽保險業務員 人員篩選的方法 不同方法的研究 都是題目啊 但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真正進入 我正面講的文獻的時候呢 都叫暫定題目 所以剛剛我們大家 一直在討論這些 我們是暫定的題目 也就是我在PowerPoint上面寫的 它僅僅是一個方向而已 它現在還是一個方向 大的一個方向 經過文獻探討 才能再說 好不好 我們氣管系 從你們這一屆開始 應該說上一屆就開始了 上一屆開始我們專題製作 好好的要求你們 所以上一屆有被我當掉的 當掉以後呢 如果按照規矩做 專題製作有上下 你當掉一次 上學期就當掉 你就一定延避 一定延避 那當掉的原因是什麼 不參與嘛 經常沒來嘛 大家很努力在做 然後你一個人在那邊混 跟著搭便車就這樣 就不及格嗎 不是的 好好的努力 第二個呢 剛剛 同學有來問 說他上禮拜沒來 所以分組啊 沒有分到組 你不用擔心分組 我跟同學提過了 剛剛那個所謂的分組的目的是什麼呢 等我一下 剛剛分組的目的是說 我們希望 這一堂課 這一門課到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成果 是大家五十個人共同的成果 所以我只會最後會有一個題目一直延續下去 因為講太多題目可能沒辦法去說題目 那我分組是讓你們練習的時候 那我分組是讓你們練習的時候 你練習的過程中 你會有題目出現 你會有去抓資料的這種方向在 但是我們整組整個班級會有一個成果 好 我們再回來 剛剛講的地方 我剛剛把題目讓大家去了解 所以有一些同學已經進入狀況了 他知道題目怎麼定法 題目很重要的 看題目就知道他主軸在哪 有一個主題在 看題目就知道原來他目的是什麼 大致上目的都看得出來 再看題目 對象也知道是誰了 那就是好題目 可是呢 題目好 題目好 跟你的專業知識 要有關聯性 基本上你要有一個基礎知識 你對深管完全沒有概念 然後呢 你寫深管的東西 你要花很多時間 不是不行 可以 但是要花很多時間 金淨姐 你曾經上我的課差點被我當掉 你知道嗎 記得吧 第一節又遲到 第二節又不知道混到哪裡去 好 如果說你基礎知識不足 你要去想辦法抓 就是跟文獻 你要去找文獻 你要花時間 如果你基礎知識比較足 那你一判斷能力比較高 那你題目定的時候 很容易就定得好 後面修正 不需要花很長時間修正 所以基礎知識很重要啊 為什麼說大學的課程裡面 基礎知識 如果基礎知識你不是那麼夠 但是你找資料的方法 你願意花時間 你還是可以補回來啊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跟你專題研究之間的關係 接下來文獻就是 我基礎知識夠 我找文獻容易 知識沒有那麼夠 我找文獻 如果題目很有興趣 值得的 你可以花時間 告訴你怎麼找 找出來以後呢 你就會跟我的題目重點 就有關聯性了 接下來文獻的方式 在校內怎麼找 校外怎麼找 找了之後呢 又要怎麼用 這是我們接下來很重要的點 好 看這邊 那個題目提出來有問題 我已經講過了 就是這幾個東西 目的看得出來嗎 對象能不能分辨 然後呢 主題夠不夠清楚 如果更清楚可以看出方法 譬如說剛剛講 生產的降低生產成本 連方法都可以看出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哪一些研究方法如何分類 這個後面我會講到 剛剛我不是提到說 如果說我的對象裡面呢 我有個案當作對象 個案當對象的時候 就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喔 也許我是觀察喔 也許是錄影喔 像我現在上課 我是錄起來的 慢慢我會告訴你們 怎麼上去看 你們錄影的這個上課的結果 或者你忘記說 哪一個地方我想再回去看 我會告訴你在哪裡去看 看那個結果 好 上課內容是什麼 好 可是對我來講 我是變成一個 我自己要看 了解我上課狀況的時候 我是個案啊 我是個案啊 我可以用錄影的方式 了解個案 了解它的狀況如何 今天如果你假設啦 假設說一個員工 一個員工他在做行銷 是行銷的一個基礎 剛剛講說 基礎的業務人員 如果你是人資主管 你覺得說他為什麼 我們整體所有的行銷人員 都做得不錯 行銷賣的產品都不錯 為什麼他好像一直跟不上來 我們也請同事去幫助他 告訴他 為什麼他還是達不到我們的業績 那我有一個方法喔 我可以用什麼呢 我可以用個案的方法 我贈得他的同意 我說那我這樣好 我為了幫你的忙 我要讓你的業績提升 知道你行銷方法哪裡 不是很理想 給你改 但是你要同意喔 我們幫你用攝影的 幫你錄影的 你在做行銷的過程中 我找同事找什麼 幫你錄影起來 可能是錄好之後 你這一個行銷的過程中 你獲得了這個案子 接了這個案子 另外一個過程 不同對象 你接不到這個案子 或者每一個案子 你都接不到 你把每一次錄到 讓他自己去看 各案去分析 原來是你在講的時候 然後好像看這個被行銷者的臉色 就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你可能講的不清楚 哪裡不清楚 或者說你在講的過程中 哪一點你吸引不到人 或者說你在講的時候 你眼睛都一直看別人 看別的地方 沒有針對他在講 那個都是問題 你可以很細很細的看出來 那叫個案研究 而且那是什麼 觀察 用觀察的方法 這就是我們在題目裡面 就可以看說 我將來怎麼去做 接下來這個題目方法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文獻的探討 我要做題目的時候 我要看討文獻的時候 這幾個一定要去好好考慮 題目要定的時候 還要考慮 我如何 這一件事情 如何達到我的目的 或者說 做了這個之後 會有哪一些狀況 what 會有哪一些 想要達到的目的 然後呢 什麼時候做的 在什麼地方做 是誰 或者對象是誰 為什麼要做 6W的概念 這叫6W 很好用的 很好用的 我把黑板擦掉 假設我留一個題目 先擦掉好了 6W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而且跟上個禮拜 還有早上講的 第一節複習的一樣 早上我複習的時候 叫做 系統理論 然後呢 現在我說6W 6W在這裡呈現 很好用的 日常生活 也非常好用 你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在想一個題目的時候 你要給人家答案的時候 你用6W去想的話 你可以想很多 你可以寫了很多東西出來 這概念 將來你要考研究所 將來你要考 這個企業界去上班考試 如果是碰到那種 深論題 碰到深論題 你用6W去想 你可以想的很多 你可以寫的很多東西出來 好 接下來 你想完以後呢 你再看看 剛剛我把題目這樣列出來以後 題目完整嗎 合不合理啊 完不完整啊 那完不完整 就要看 收集資料 如何收集了 收集的越正確 那你就越完整 好 到底哪裡可以找到資料 有誰告訴我 哪裡可以找到資料 來我們看看 韓文 韓文在哪 以韓文 哪裡可以找到資料 網路可以找到資料 還有呢 網路可以找到資料 找資料 地點方向 網路可以找到資料 還有哪裡 韓文再答一個 書籍 書籍 書籍可以找到資料 還有 有沒有哪裡可以找到資料 學校的 請教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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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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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 書籍 請教專家 當然 書籍還算明確 還算明確 譬如說 假設剛剛那個 生產管理的部分 降低生產成本的部分 你找生產成本的部分 他就有書籍 專門在談這個 那如果說請教專家 請教專家 就有一點點 運氣 對不對 為什麼是運氣 請教專家 為什麼會是運氣 到處都是專家 到處都是名嘴 是不是 有些人講了 不一定能夠負責 好 那如果說請教專家 既然是運氣的話 怎麼樣可以解決 學掉運氣的問題 你說 請教專家中的專家 請教專家中的專家 這概念是對的 但是如何 請教專家中的專家 第二個是看他 看這位專家 他目前做 工作 然後就是看他的內容 好 很好 專家 專家他會把他自己的學經歷 放在他的介紹上面 他的網頁 或者他人家提供的資訊裡面 你可以了解他 所學的專長是什麼 從大學 研究所 或者從高中開始 他學的是什麼 然後呢 還可以看什麼 看他經歷 他工作上的職務是什麼 再來呢 你可以看說 他是不是有發表一些文章 再來呢 剛剛他講的專家中的專家 專家中的專家 是什麼意思呢 我如果 我找了十個專家 我找了二十個專家 我管你怨氣不怨氣 我一個一個去請教他的時候 每一個做紀錄做紀錄 會不會有重疊 你不要跟他講 你就問他問他 同樣問題問他 會不會有重疊 重疊的東西就是比較正確的 如果是沒有重疊的部分是什麼 代表說 個人意見 個人意見呢 有時候就有一點點 因為他的背景 因為他的對象 不一樣 像我自己的背景 我從高中是念機功科的 我高公是念私立學校機功科的 念完機功科 我到公司上班的時候 我走制圖路線 制圖就是畫圖路線 然後 走了三個月以後呢 我跑到另外一家公司 被裁員到另外一家公司 我是制圖兼維護 因為我是維護人員 我在修理機器的 18歲而已啊 修理機器 然後還要兼顧那個制圖 等到我一年過以後呢 我就去再轉 考大學 結果考上了 那時候叫做學院 教育學院 然後念的是什麼 念的是 屬於職業教育的工廠師資 當工廠的老師 工廠裡面的人員 技術人員的老師 我學的是這個 但是基本上我做的是什麼 基本上做的是模具 我在大學的時候 有六個月 七個月時間 到基隆一個公司 叫中國電子公司 電子公司裡面的模具部門 然後別人做模具 我到模具場以後 我做的是什麼 精密加工 我不是做模具 所以我每一個每一個呢 到了一個行業改變了 後來我畢業以後呢 就到高職序教書 教的是模具科 模具科教兩年以後 我發現說很擔心物人死地 我又跑到公司去了 公司待了六年 六年待什麼呢 是做基礎的 最基礎的零件製造操作 一直到最後呢 到產物 到產物 包括要接洽生意 包括要做什麼 後來呢 又回頭 又繼續教書 當然繼續教書之後 後來有一個機會 跑到德國去 在德國15個月做什麼呢 德國15個月在公司裡面 幫他做模具設計 德國公司設計完以後 把設計產品交到匈牙利去做生產 後來回來以後呢 我就不再做模具了 我就跑那裡去了 我去念研究所的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因為我覺得台灣如果真正要把工業 引領到德國那種境界 教育最重要 不是技術問題 為什麼呢 我在德國15個月的時候 我發現 德國的機器 他使用訓練單位的使用的設備 不見得比台灣好 訓練單位 可是他教你的精神 就是非常非常專注的 如果像剛剛有些同學這種上課精神 德國老師可以叫說你出去 你不要進來 你不要影響我上課 甚至於說 我還碰到一個老師叫做實習老師 有經驗的老師站在旁邊 實習老師在上面教 他已經拿到取得資格的人還要實習 老師在教 我就看 看同學反應 他教的有些小狀況 他馬上會說 各位同學暫停一下 剛剛我們老師教的某一個部分 我要做一個修正 他可以啊 我們的老師可以這樣嗎 我們老師沒面子啊什麼 其實不會 德國人的精神實事求是 我在那邊15個月 後來回來以後我就覺得 教育比真正技術更重要 教育扎根 態度扎根 學習的方法扎根 比你技術更重要 因為技術都可以取代的啦 今天呢 你想想看 打針 手術 雷射 這個是你技術要很好嗎 不是啊 都是電腦設施好吧 對不對 我眼睛開始不是很好 我眼睛不好是 年紀大了 白內障開始會出現 白內障最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把水晶體挖掉 就是瞳孔那個小小瞳孔那個 你把它抽掉 它有一個機器 機器呢 稍微從眼這個 眼角膜稍微打開 進去以後 它會用一個震動的 把你的水晶體通通震動變成腐化 然後抽掉 變成一個空盒子 然後再把一個假的水晶體 人工水晶體放進去 什麼都沒有了 近視也沒了 什麼都沒有了 完全變成很好的眼睛 總共時間25分鐘完成了 25分鐘以後完成了 就是三個月你不要去碰觸它 你不要撞擊它 它就變成很好的眼睛 視力1.2 然後也不用怕光 也不用戴什麼老花眼鏡 近視眼 什麼都沒了 可是它是靠什麼 它是靠科技 它不是真正靠你的技術 你知道嗎 然後這科技你要用的時候 還是回到知識 還是回到態度 如果說醫生是非常謹慎的態度 操作機器按照按部就班 然後時間沒到不能隨便給人家 為了賺錢隨便給人家開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教育比技術更重要 所以我才轉到教育 才轉到教育 我教育教了研究法 研究所教了六年之後 我才轉到氣管系 我現在氣管系就結合什麼呢 研究方法 結合組織行為 結合人力資源 甚至於說ERP這個都是 因為我以前有這個基礎 在公司有一些基礎 所以就很快 那是什麼 那是基礎知識跟工具的發展 應用而已 所以要告訴你們是這種概念 告訴我們概念 如果專家 回來說 如果專家是一個方向 我可以找到 那不錯啊 我只要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等到最後不是抓到你真正要的東西了嗎 已經抓到了嘛 因為你把個人的背景去掉了 剩下就是共通的東西 好 再回來看剛剛那個誰啊 誰在講 網路 網路 現在有一個問題喔 網路是一個很大的名詞喔 什麼叫網路 網路要找你的東西叫網路 網路是從哪裡 網路的哪裡 網路的哪裡找 國圖一個嘛 好 圖書館 圖書館裡面呢 有國圖 有國圖 有學校的圖書館 有社會局的圖書館 這個叫像政大 政大是所有 如果你們將來找資料 真正覺得有念研究所 有那個興趣喔 政大有一個社會資料中心 全國 所有的碩博士論文 通通要把它送一份到那邊去的 那邊有完整 非常完整的 你要看我的論文 你去那邊也可以找到 我的碩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 那邊一定有一份 你可以去找 你可以幫我挑毛病 老師 你這個字寫錯了 沒關係 我說好 我知道 我來好好的修正一下 當然那個字不能再改 那個送過去是不能再改 你只能後續慢慢再去自己 自我去提升 很多資料中心 圖書館 資料中心 那資料中心有的是放在網路上 有的並沒有放在網路上 好 那今天我要跟同學講的是說 假設你知道這個資料可以找到 好 那我如果定一個題目 來 假設我定一個題目 我假設定一個題目 工作滿意度跟勞動情緒 或者情緒勞動的研究 然後以連鎖超商為例 這樣題目清楚嗎 好 連鎖超商很多 OK啦 剛剛OK 誰問我的 OK的 7-11的 全家的 這連鎖超商很多嘛 然後呢 他的工作滿意度跟勞動情緒 我要不要寫說什麼人員 可能不用寫 可能也可以寫 如果說我要再更詳細的話 主管 主管人員的工作情緒跟勞務 工作滿意度跟勞務情緒 或者基層人員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不寫的話 層級就各種都可以放進來 好 我講的是 就是情緒跟工作滿意之間的關係 這個關係 那關係就是相關研究 這很多啊 或者說他們的影響 是互為影響 勞動情緒是因為工作滿意度而影響呢 還是工作滿意度影響它 這個都可以 所以題目應該是還好 沒有非常非常的細 如果太細的題目呢 你會不好發揮 太大的題目呢 你會沒辦法收斂 所以大概這個題目 那好啦 如果這樣的話 我在哪裡可以找到文獻 看到文獻 我們在哪裡 看見 好 這樣吧